日安,谢谢您来到Sandy at 座驾厨房,一起来料理吧! 初夏的清晨,当阳光透过树印撒在那湾老街的青石板上, 一种幽人的香气在山谷间飘散,那是野江花的芬芳。 走进老街,您会发现那些古老的建筑散发着岁月的韵味, 而野江花粽子则是这个古老小镇的一抹亮色。 新鲜的野江花叶,坠着迷人的绿意,包裹着米粒和特制的内馅, 馅料中放入灵魂的野江花根粉或野江花瓣, 悠悠的煮备的粽子,悄悄的煮熟,野江花丹雅香气在空气中弥漫, 让我们一起来制作这道独特的美食。 走进客家风情。 野江花鸡肉粽,准备食材,分量30颗肉粽, 去骨鸡腿肉600公克, 板栗30粒, 小干香菇30朵, 萝卜干水150公克, 虾米60公克, 米酒80毫升, 生花生300公克, 盐80公克, 猪油红葱酱70公克, 白胡椒粉3公克, 野江花根粉3公克, 酱油糕150毫升, 二砂糖20公克, 油葱酥50公克, 干香菇水300毫升, 清水500毫升, 寿司米或长糯米1200公克, 野江花叶60片, 纵绳30条, 猪油红葱酱准备食材, 红葱头350公克, 猪板油700公克, 酱油18毫升, 葵花油80毫升, 盐2.5公克, 猪油红葱酱详细做法, 请参考影片连结, 野江花鸡肉粽, 制作过程, 去骨鸡腿肉清洗干净, 去掉鸡皮, 切掉鸡末, 再切成小块状, 如果您喜欢鸡腿肉加鸡皮的口感, 可以省略去皮的步骤, 去掉鸡腿肉和有瑕疵的花生豆, 瀝干水分, 准备一个大碗, 倒入盐80公克和800毫升的清水, 将盐搅拌至溶解后, 成为饱和浓盐水, 再把花生倒进浸泡6个小时, 这个步骤可以还原水分到花生里面, 维持花生原有风味, 小干香菇清洗干净, 沥干水分后, 倒入沥渗透纯水浸泡干香菇, 我用的是生板粒, 只要清洗干净, 去除残留的沫, 沥干水分即可, 不需要浸泡, 若你是使用干粒子, 就需要用水浸泡一叶, 如果干粹倒进清水中, 搓洗两遍, 沥掉水分后, 再以清水浸泡去掉咸味, 虾米倒进清水中, 清洗后沥干水分, 再用米酒浸泡, 会让虾米起到去腥添香的作用, 把泡过米酒已软化的虾米, 沥干米酒后备用, 准备一个塑胶袋, 把泡过花生的浓棉水捞起, 用油冻水冲掉盐水咸味, 再将全部的花生倒入塑胶袋里, 绑紧带口后, 置入冰箱冷冻一碗, 香菇浸泡至软化后, 把香菇水过滤留下来, 香菇挤掉水分后, 用食物剪刀剪掉地头, 萝卜干碎去掉咸味后, 即可滤干水分备用, 准备一个平底锅, 以干锅方式倒入萝卜干碎, 将其水分炒干, 倒进猪油红葱酱, 开中火, 热油融化后, 加进板栗, 炒制三色就可以捞起, 不需要炸熟, 捞起后放凉, 虾米同样倒入锅里, 炒制出现小泡泡与香气就可以盛起, 去骨鸡腿肉加入锅内, 把两面围剑, 加入二砂糖炒至溶解 放进野浆花鸡肉中的灵魂调味料 野浆花根粉拌槽 让每块肉都能均匀入味 再加进白胡椒粉和油葱酥拌拌后 倒入酱油膏继续拌炒均匀 再加入干香菇水和清水500毫升煮备后 调制小火 放进香菇一起卤煮12分钟 关火 盖上锅盖 用热闷的方式泡30分钟 使其食材更加入味 放凉后 先捞起香菇 因为香菇泡太久会太咸 自入冰箱冷藏一夜 把准备好的萝卜干碎 板栗 虾米 封上保鲜膜 放进冰箱冷藏一夜 即完成包种植的馅料前置准备工作 冷冻一夜的花生 先用水清洗一遍后也倒入 再将勤一碗准备的乳肉夹出 留下乳汁备用 准备一个大炒锅 将洗好的寿司米或长露米 全部倒进锅内 花生和虾米加进一起翻拌均匀 开小火 把卤汁也倒入和其他食材一起翻炒至米粒均沾上卤汁 炒出米的香气后 就可以关火 放凉备用 将野浆花叶以流动水清洗 并且用新的菜瓜布海绵面刷洗叶子两面 准备一个大的锅子 装入七分满的清水 带水沸腾后加入盐三公克 再把野浆花叶放进 以小火煮15分钟 进行杀菌作用 捞齐后沥干水分备用 硕湿米以流动水清洗两遍 不需浸泡 沥干水分备用 因为需要以水煮的方式煮熟粽子 时间较扛 会让浸泡过的米变得较软 若您喜欢粒粒分明的口感 就可以省略泡米的步骤 挑选两片野浆花叶 光滑的正面在上面 两片野浆花叶相叠增加厚度 可一大一小头尾交叠 以小张的在上面 或两片大小相近 野浆花叶头头交叠 如果用到背面粗糙面的话 粥米比较会粘叶子 接着以右侧三分之一处为折叠 交叉形成漏斗背状 转灼处末端要折一个折角 寿司米才不会漏出 最底部先装一汤匙寿司米 接着压一下 让寿司米扎实 加入一粒板栗 加入一粒板栗 再装进一汤匙寿司米 盖过板栗 夹进一块鸡肉 和一汤匙寿司米 再装进一汤匙寿司米 盖过鸡肉 一样用汤匙将寿司米压紧 最后加进一朵香菇 鸡料不要太满 预留米粒膨胀空间 以免爆料肉馅 以粽子 拇指 紧压住粽子的两端 保持外形 另一只手将上面的 肉馆出来 前面多余的野浆花叶 顺着粽子的角度 向右或向左折 往哪个方向折都可以 以野浆花叶好折 绳子能绑得到为主 将明线浸湿增加阻力 将明线浸湿增加阻力 开始将粽子 由前倒后弹到两圈 并捆紧 再绑个活结 准备一个大汤锅 把水先煮背后 再将整串粽子 放入已经滚烫的浑水中 加盖加热 水需盖过整串粽子 约滚煮1.5个小时 即大功告成 水煮中的锅水 一定要高过粽子 水滚后放粽子 以大火煮熟 中途若需添水 需加滚水 如果使用深水 容易煮不熟 在新竹内湾的山谷 野浆花上发的优雅的气质 仿佛是一位少女伴的名人存在 它的花朵 洁白如雪 柔美如清新 散放出细腻的芬芳 野浆花的正式名称叫做 碎花山奈为外来种 原藏于印度 马来西亚 喜马拉雅山等地区 为古巴国花 于1900年引进台湾 自然规划为普遍聚生于西湖 野浆花聚多种用途 为藏绿的多年生树根草本植物 在种于亭源水池旁 可以衬托美景 其花朵具有淡淡芳香 亦能净化空气 由于花香远过 古印度人称之为公主的香味 皇后的香水 早期夏威夷茂伊岛居民 会将地下精干燥后磨粉 加入按摩油保养肌肤 也将花精蒸馏处理后 可以提炼精油 具有安神、舒压效果 亦可制造香水 驱虫防蚊叶 野浆花含有透明植栓 暗叶树、姜黄树等成分 各有不同功效 由于野浆花具有清香 也可取代种叶 种子则会带有野浆花香 或栽取新鲜花朵 或精烘干 炮制花杂以截壳 也具有提神、舒压等作用 也能切细碎、精油炒后捞齐 打蛋煎成野浆花蛋 或煮蛋花汤 或沾酥炸油、油炸皆宜 另外可将精剥开后 取其上方嫩芽、烘煮肉丝 当将价格上涨 可以也将花地下精取代 作为爆香材料 或煮姜汤 能驱寒 预防湿温和感冒 此外 地下精经清洗 并阴干后可验制 客家人则将汁晒干后 抹粉作为食材 希望您会喜欢 台湾环岛食旅第二站 新竹内湾野浆花入菜的特色美食 还有更多部的料理影片 等您来观赏 请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 您的支持就是我继续制作影片最棒的鼓励 Sandy at 作家厨房 期待下一部影片与您见面